來吧 黑家家 我們來一場轟轟烈烈的決戰吧 我認輸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黑家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裡的話 不要忘記按一下訂閱 和我們一起成為為企園喔 你為什麼要浪費子 老師好 我們今天 有一個特別企劃 我們不講麒麟網 今天是跟老師學期 差不多滿一年的時間 我要發起一個 輕出於藍 勝於藍的挑戰企劃 那你想要怎麼挑戰 放心 老師 我不會像喬舍服這樣這麼狠 就是這個挑戰非常的公平 他出來沒贏過 對 但是沒關係 我要憑實力 我要憑實力 老師也要我們會下五盤 然後這五盤裡面呢 就是前三盤 就是我們會分線一下 你慌了嗎 火力先不要全開 前三盤我會分線一下 然後假設不幸 我就是都連輸的話 沒有假設 更不行 好 我覺得我們可以直接跳到第四盤 好 第四盤要做什麼 第四盤的話呢 就會變成浪先 那浪先的意思就是 也跟觀眾解釋一下 就是 會有我先下 然後 黑紙不貼目 那假設第四盤 我又不小心輸的話呢 接下來第五盤 就不得了了 老師要讓我兩顆紙 我覺得我們可以直接從第五盤開始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規則這樣 老師有什麼問題嗎 你確定不要從第五盤開始嗎 不用 好 你為什麼把器官蓋起來 喔喔 可以開始喔 好 金角銀鞭炒肚皮 先吧 該拿的底拿起來 那你前為止下來還不錯 怎麼會起牌好小 覺得有點難下 不太會 好 結束了 結束了 來 梳子 究竟夠不夠呢 你毫無懸念了 結論 黑酥四母版 謝謝指教 第一盤很平常心 想說怎麼可能贏 專注下好在每一手就好了 然後一開始的確手感也不錯 就覺得 這盤下來還不錯 期應該會蠻細的 說不定有點機會 但後來看到這個勝負之後 想想 應該這一切都在 傑傑老師的計算當中吧 你這年你學了什麼 我認輸了 我認輸了 阿 我很輸了 沒有假設 沒有假設 所以呢 我做了一個決定 要盡情扭斷跟對戰 來吧 黑家家 我們來一場轟轟烈烈的決戰吧 謝謝 請多多指教 蹦恨請包一下一些比較激昂的配樂 不要讓上一盤的那個勝負 影響你這一盤的那個心態 心態真的很重要 所以小數教已經忘記前三盤我輸的 很慘這件事情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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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博今天心情很好 對他自己屁股就做大特別 對教師 有限度的參考 是的 讓我先過兒還是慢慢下 教師現在心靈分身想著說 造一般的下法 可能目會不夠 但是太激進的話 小數教又可能會把我殺掉 被小數教殺掉多沒面子啊 壓力是不是很大 如果提吃這三顆的話 我氣勢上就輸了 各位觀眾 還是聞一下就好了 我決定 我要虛一手 唉唷 對齁 對齁 好 許 許一手 好 那結束了 我們來選 好 有機會吧 你本來贏 有一點感覺吧 有一點感覺吧 那你本來贏 我本來贏了嗎 現在輸了 現在輸了嗎 剛剛如果不要各位觀眾 我還沒有 剛剛各位觀眾那一段我快笑死了 好總之呢 我們來第五盤好了 小數教還是輸了 這個這場是輸兩幕 第四盤對我來說 應該才是真正的開始吧 因為不用貼目的關係 我有著蠻大的浪險優勢 但也因為這樣 壓力開始越來越大 反而 好像快失去品嘗心了 我要沉澱一下 不能讓前四盤的勝負 影響了我現在 畢生的決心 畢竟讓兩顆輸 確實滿丟掉的 好跟觀眾解釋一下 九路讓兩顆啊 通常就是會下在 兩個三三的位置 那不要看只有兩顆 因為這個九路的盤面很小 所以相當於十九路 讓九顆旗的這種優勢 而且又不用貼目 請多多指教 這個策略就很明顯 完整加一下 策略是什麼 我的策略啊 就是 避免戰鬥 好好為定 維持優勢 非常聰明的idea 送一顆不如送兩顆 一直在被恐懼 你以為我想到那個 彭靖學長 對 我現在優勢很大 所以我不能歸縮 是這樣嗎 對 五五波 現在五五波 現在五五波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也覺得怎麼可能 這麼快對五五波了嗎 那我很不利耶 五五波對我來說是壞消息 五五波對我來說也是壞消息 什麼意思 是 這個這個 沒法看 不過 不過 很難喔 沒有 嘉老師 我不一定會照著你想著印 也是 是 你就勇敢的嚇下去吧 你腦袋中的我太強了 我第一感是要先擴大空間嗎 我一定不會正數交出來 不行 我不想狗狗 你看我做什麼 我看你的眼神要飄到哪裡 就是看那邊可能是要點 對 我剛剛太專注我整個被嚇到 有一句俗語是說 騎輸結不能輸 可以不要背對沒有用的輸 對啊 這句話我也其實 我也不懂 騎輸就輸了 為什麼結不能輸 啊 我不能贏黑家家 潘衣 潘衣 潘衣什麼意思 你潘衣 挑戰成功 對 潘衣 謝謝老師 我覺得我這一年 事活真的進步蠻多的 是 不然其實剛剛很多地方都很危機 對 然後如果加上計時器的話 我應該會 就是死得更慘 謝謝 謝謝老師 那你可能錄一個就是 那我們恭喜小豬腳挑戰成功 雖然是擠到 哈哈哈哈 這個也會點進去 點進去 怎麼樣 這樣 教教老師 剛剛覺得小豬腳下的如何啊 我覺得小豬腳在布局 唯控方面 就是觀念還不錯 但就是可以明顯看出來 在計算力啊 包括死活啊 還有關子 是有待加強的 我本來想說 九路應該 跟職業騎士的差距 可以稍微縮小一點點 我覺得是可以 因為棋盤比較小 但沒想到就是 盤面一複雜起來 我就是腦袋整個 就是一直狂大街 好險最後有極大的浪子優勢 沒有丟佳佳老師的臉 畢竟 小豬腳也是 絲成黑佳佳嘛 對不對 那請佳佳老師也跟觀眾分享一下 練習九路的好處有哪些呢 很多人可能都會以為就是 九路騎士 就是只有初學者才可以下 但我其實覺得九路騎士 適合不管任何的程度的騎士 都是可以拿來練習的 因為他可以很好的練習我們的 計算力還有死活 那當然也包括關子 因為九路他騎盤他的比較小 所以每一個關子其實都是 非常的重要 沒錯 蔡佳老師為了要跟你 發起這個挑戰 最近的幾百塊的九路 好像都蠻有感進步的 至少做題目的那個 準確度的稍微再高一點 還都可以用零碎的時間下 嗯 因為九路他比較快可以下一盤騎 所以他的心理門檻也會比較低 那如果就是大家沒有時間 就去下十九路騎的話 我覺得九路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其實我們現在黑佳佳為奇教室 也推出了Let's go 的九路排位賽功能 那歡迎各位就是 不管你有沒有買課程 只要註冊 你就可以直接上去跟人家下一盤喔 嗯 就希望大家就是養成 就是每天都下一盤騎的這個好習慣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我們下航客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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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怎麼支撩 我們下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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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航客